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系列精彩分成的新闻要给大家带来 首先尽管下着鱼 但这并没有阻止成千上万的家庭参加白宫的复活节彩蛋滚渡活动 是的 你没听错 有四万人冒雨参与了这个活动 比如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何家人 他们穿着全新的衣服 带着满满的期待参加了这个他们梦寐以求的活动 接下来我们的总统拜登又忙碌了一阵 他访问了坍塌的桥梁 同时宣布了通往巴尔德摩港口的通道已经开通 这对于巴尔德摩港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接着我们的新闻话题转向了一些更为严肃的议题 一份调查将那个神秘的间谍间谍疾病 哈瓦纳综合症与俄罗斯情报部门联系起来 虽然克里姆林宫对此予以了否认 而在政治领域 特朗陀的目标被揭露为成为白人利益的无谓战士 这引起了不少争议 拜登总统在边境问题上的处理方式 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宁易调查显示 多达70%的美国人对他的处理方式不满意 最后我们还要提到一位传奇人物的离世 二战时期珍珠港亚利桑内号遭受袭击的 最后一名幸存者鹿康克先生 享年102岁 他的故事提醒我们历史的重要性和英雄的勇气 好了 这就是今天美国简报为您带来的新闻概述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精彩故事和深入分析 尽管下于白宫复活节彩蛋滚动活动 吸引了创纪录的参与者 华盛顿邮报 来自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何家人 与房地产投资者莱斯利 和一同前往华盛顿特区 参加白宫复活节彩蛋滚动活动 这个家庭非常激动 能够参加这个他们一直梦寐以求的活动 莱斯利和华盛顿有两个孩子 分别是八岁的罗斯福和六岁的林肯 全家人都穿着新衣服参加了这个活动 他们并不是唯一一家参加的家庭 因为有四百人参加了这个 因为雨水延迟了九十分钟的活动 拜登访问桥梁坍塌事件 同时宣布开通通道前往巴尔的摩港口 华盛顿邮报 白宫周一宣布 访问巴尔的摩是查弗朗西斯斯科特基桥的坍塌情况 与此同时当局表示他们已经开通了一个小通道 将允许巴尔的摩港有限度的进行航运 这是自灾难发生以来的首次 调查将神秘的间谍疾病与俄罗斯情报部门联系起来 澳洲必须谢谢 克里姆林宫对一份报告予以了否认 该报告称俄罗斯军事情报可能是导致 美国外交官和间谍全球范围内患上神秘的 哈瓦那组合症的原因 俄罗斯迅速驳斥了这些指控 称其毫无根据 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一评估持有不同程度的细经 认为外国对手不太可能是导致这种神秘其定的原因 今年3月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了为期5年的研究 发现患有哈瓦那组合症状的外交官和其他政府雇员 没有脑损伤或退化 特朗普的目标是成为白人利益的无畏战士 华盛顿邮报 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及其盟友试图推翻旨在解决黑人美国人历史性种族烈士的规定和计划 特朗普的发言人史蒂文章表示 前总统致力于清除联邦政府中的歧视性计划和种族主义思想 批评人士认为特朗普反对这些措施是为了保护白人特权 民意调查一直显示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更有可能认为白人面临比少数族裔更多的歧视 特朗普对随后出现的种族正义抗议所采取的多样性公平和包容倡议的反对 也包括明确批评担任权力绝密之位的黑人 华盛顿邮报指出共和党拒绝接受种族差异的存在 这意味着他们也拒绝采取政策来解决种族歧视问题 特朗普旨在利用这些观点赢得2024年总统选举 并反对扩大选举权的努力 拜登的边境问题上的一些重要数字 华盛顿邮报 一个真正的边境危机 意味着这个问题对拜登总统2024年的连任竞选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民意调查显示这是他最糟糕的政策问题 多达七成美国人不满意他的处理方式 但是过于依赖这个问题的共和党人以前也受过伤害 新的民意调查为这个问题注入了一些极虚的细微差别 二战时期珍珠港亚利桑那号遭受习惯的最后一名幸存者去世 享年102岁 南华早报录康特是美国亚利桑那号战舰的最后一位幸存者 该战舰在日本轰炸珍珠港时沉默 他云102岁时去世 1941年袭击发生时 汤特是该舰的航海员 他参与了照顾伤员和营救幸存者的工作 珍珠港事件后 汤特参加了二战期间在太平洋地区的巡逻轰炸机飞行任务 后来他成为一名海军DCRE生存逃避抵抗和适应官员 负责训练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如何在被俘时生存 上诉法院支持威胁彼得纳瓦罗以鸟制法庭罪的法官 花盛队邮报 前特朗土顾问彼得纳瓦罗再次遭受法律打击 联邦上诉法院不回了他反对行使总统记录法的论点 纳瓦罗一直在争取保留他在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的白宫记录 并面临一系列法律失利 包括对国会蔑视的定罪 法院裁决称纳瓦罗的论点毫无根据 如果员工拒绝归还总统记录 该法案将使美国无法取回这些记录 美国对芯片的更新控制措施 提高了中国对英伟达显卡的需求 南华早报美国最新对中国大陆实施的人工智能 还办导体出口限制措施 增加了华强北市场对高端显卡的需求 华强北市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批发市场 这些限制措施将于4月4月4日生效 导致商家囤积了NVIDIA的G430X090显卡 这是一种被视频游戏玩家和图形设计师使用的设备 根据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的说法 这些限制措施是美国政府阻止中国发展军事用途 无人工智能的努力的一部分 中国商务部批评这些限制措施 损害了中国和美国企业 以及全球半导体行业的权益 美中全面贸易战不太可能发生 但软实力差距将持续存在 学者 南华早报根据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 约瑟夫·奈伊的说法 中国扩大软实力的努力 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尽管中国在传统文化和经济成功方面 拥有相当多的软实力 但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 中国并未成功吸引其他国家 特别是亚洲 欧洲 北美和澳大利亚 奈伊认为中国与邻国的冲突 以及严格的党的控制 限制了共鸣社会 是其软实力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建议中国可以通过参与能够阐释合作 并使中美两国受益的问题 如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 来提升自己的软实力 奈伊还讨论了中美关系的现状 他表示高层接触和寻找合作问题非常重要 他认为如果乔拜登连任 美中政策可能会延续过去几年的情况 然而 如果唐纳德·特朗普当选 情况将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可能会爆发贸易战并增加武装冲突的风险 奈伊认为无论谁当选 武装冲突的危险都存在 但在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态度 和与美国盟友关系紧张的情况下 这种危险可能更高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 奈伊看到了一些挑战 他指出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和劳动力减少 以及工厂生产力下降等因素 可能阻碍中国未来的增长 他不认为中国将在2030年之前 超过美国的GDP规模正如一些人预测的那样 奈伊还讨论了中国试图挑战 由美国领导的战后世界秩序的努力 指出尽管中国在某些领域可能取得进展 但不太可能取得进展 但不太可能取代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 或推翻现有秩序 特朗普销售圣经 拜登因复活节彩蛋受到批评 宗教政治之证 信任南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自灭上 以纪念圣经的形式 向他的追随者出售宗教信仰 而总统乔拜登应被共和党批评 对复活节假期不尊重 拜登是两人中更公开表达宗教信仰的人 他是一位终身信奉天主教的信徒 公开表示 在像堕胎这样的问题上 他自己的感受与他所在正当保护美国赋予权益的重点之间存在困扰 尽管加沙发生了暴行 美国仍坚决捍卫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立场 半岛电视台 尽管对加沙地带的人权虐待存在担忧 美国仍然捍卫其对以色列的持续军火转让 并重申其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 拜登政府因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而受到批评 批评者认为这违反了美国法律 禁止向从事人权虐待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和武器销售 美国国务院辩认 军火转让不仅与加沙战争有关 还有助于以色列对抗伊朗和真主党等地区对手 克里姆林宫驳斥有关俄罗斯事 导致美国间谍患上汉瓦那综合症的报道 南华早报 克里姆林宫对调查媒体组织insider的报告予以驳斥 该报告暗示俄罗斯军事情报可能与影响全球美国外交官和间谍的哈瓦那综合症有关 该报告声称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29155的成员在涉及美国人员的事件中出现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称这些指控毫无根据和无事是依据 乌角大楼证实去年在维尔纽斯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 一位高级官员出现了与哈瓦那综合症相关的类似阵断 约翰逊概述了对乌克兰援助的计划 众议院可能在几周内采取行动 纽约时报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条件 其中可能包括将援助与一项措施挂钩 迫使拜登总统取消液化天然气出头的禁令 这一举措将被视为共和党人在对抗拜登的气候议程方面的政治胜利 乌克兰的援助计划面临共和党的阻力 但在拜登政府和北约盟友的压力下 约翰逊现在正在寻找一条能够在自己党内引起最小政治反弹的前进道路 现在的问题不是是否允许援助进入议会 而是以何种形式和何时进入 以色列同意考虑美国对拉法的关切白宫 半岛电视台 根据白宫的说法 以色列官员已同意考虑美国对加沙地带拉法赫可能发生的入侵的担忧 目前尚不清楚这些谈判是否会促使以色列推迟或取消 对这座拥挤的南加沙城市的计划袭击 那里有数十万巴勒斯坦人避难 美国对平民的影响以及加沙地带已经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表示担忧 以色列则辩称对拉法赫的大规模攻击是为了消灭剩余的哈马斯部队 美国和以色列官员举行虚拟会议讨论代替对拉法赫的入侵的方案 南华早报美国和以色列高级官员于周一举行了关于以色列计划在加沙拉法地区发动攻势的虚拟会谈 美国对以色列的计划表示关切 而以色列同意考虑这些关切 美国总统乔拜登敦促以色列不要在拉法地区进行大规模攻势 以避免平民伤亡 美国和以色列团队一致同意目标是在拉法地区击败哈马斯 美国希望以色列考虑地面入侵的替代方案 因为他们担心加沙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 五角大楼透露高级官员报了哈瓦纳综合症的症状 半岛电视台 据五角大楼发言人称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去年参加立陶宛维尔纽斯的北约峰会后 出现了类似于哈瓦纳综合症的症状 哈瓦纳综合症是一种神秘的疾病 其症状包括耳鸣 偏头痛 眩晕和认知 功能障碍 尽管美国情报界在2023年得出结论称 外国对手不太可能对报道的病例负责 但美国节目如科约分德国报纸民进和调查新闻机构内幕的联合调查 引发了对于俄罗斯可能存在的联系的质疑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回复 康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